第五作战区台中市后备第一旅14天教照训练迈入第12天 上午实施遭遇敌机凌空 小部队袭扰及战伤救护状况做演练 其中有一名参与演练的赵源是云林家知名望瑶机店老板 这次抛下生意逃入教照 他说因为国家比生意重要 部队就待机位置等排长下达命令 班长率队进入阵地搜索 这时发现敌机凌空 冠兵在遭受攻击后立即实施反击并寻找掩蔽 过程中也演练战时伤患紧急救护后送 台中市后备旅14天教招训练迈入第12天训练扎实 其中省值监视云林一家阿阿贱店老板生意不错 他感觉台海关心紧张放下工作来教招 只要接到招令大家免除一切的杂物 来投入这次的教招训练 另外蔡博弈则是符合合免资格 但认为自己可以为国家付出一份心力 复习的时候可能当下会生疏 但是在反复的练习当中会动作就开始熟练 近期两岸紧张情势升温 台海关系越来越紧绷 第五战区强调 今时训练为战力之基石 上午的演练状况逼真 展现国军雄风 记者中部 曾华报导 那儿 Перв秤 地出тора 冚 Dios 监装 我